恭喜ZGDX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恭喜ZGDX拿下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至此OPL2020全国联赛A组小组看第一场 ZGDXDXP的比赛中 ZGDX再下一层 目前为列小组自分I0PT 双腿 轻轻松松 中汉的美术 太行了吧 太行了吧 那么通过两场比赛来看啊 升班马King战队在面对我们的OPL老牌强队ZGDX的时候 实力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是的 看到第一局的话打野阿光完全是被抓的 第二局的话一直在刷野几乎是一局 几乎几乎是一局 走 走 是的 而且这个ZGDX是把King战队的套路摸得非常的透彻 可以说 一支老牌强队能够把一支升班马战队的套路摸得这么透彻 也是非常的职业 非常的少见 是啊 所以说ZGDX赢下这一局比赛是理所当然的 是的 我们也是再次恭喜ZGDX拿下全国联赛第二场比赛的胜利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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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哥 没想到你们战队连西外赛战队的资料都会研究 真的很强 很精彩的比赛 是我们家中单看谁都紧张 别多强 恭喜 恭喜 谢谢 别忘了 美美美美美的 美美美美美… 干什么 你刚刚是不是跟别人说过坏话 你是不是有被害望小郑啊 那你刚才跟阿光 诚哥 MVP采访马上开始了 行李到采访区 好 小帮帮我收一下 得嘞 总有刁民小孩子 恭喜ZGDX 恭喜Chessman顺利拿下 OPL全国联赛入围赛第一场的比赛 那此时此刻 有没有什么想对粉丝朋友们说的吗 谢谢粉丝们的支持 全国联赛会全力以赴 看来诚哥非常懂粉丝们的期待啊 那我也想问一下 就是今天的比赛 你们对战到的是OPL席卫赛 联赛升上来的升班马吗 那ZGDX作为传统强队显然 是做了充分准备的 这样有点大吃一惊 那怎么会这样做呢 这是你们的取胜逆级吗 不是 是我们的中单看谁都很怕 稍微淡慢哪个队伍 就是我们的膨胀 今天早上出发之前 他还在基地大声地宣布 我们比赛会翻车 看来诚哥和我们ZGDX新中单 相处得很不错啊 也不是很熟 但是他很强 态度也很认真 身为队长 我很高兴能够拥有这样的队伍 有他的加入 今年夏天 ZGDX将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 你是不是也这么专 你知道吗 那天我看见你美妆博主 涂了一个新的口红 那个口红和他嘴巴上的感觉 就跟小精灵在嘴上 甜的一样 你怎么这么慢 电脑线和鼠标线缠在一起了 我弄开花了点时间 兄弟们 一会儿要用休息室的DQ5战队 已经在路上了 大家收拾一下 我很快吃饭 这些也要带走啊 差点忘了 电竞圈素质女王啊 辛苦了 就是这么一支有素质的队伍 强且有素质 完美 哈喽 我刚才说收拾了谁理我了呀 为什么他说收拾都听他收拾啊 性别歧视啊 你们几个啊 我等一下要去电竞圈局委会 举报你们 你快去 我第一个举报的就是你 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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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再怕 好了 你跑不掉了